大家好 回到來臨場新信號 阿Sam在這裡 大家好 立即看看 指數方面 今天幾好 19,400 還要成交15,000億 但我想問一下 現在的臨場上 投資者是否偏向好的方面 多了呢? 投資者偏向好的方面多了 你的意思是 譬如你說 好倉 做好的不是多 是的 做好的我看是多了 是嗎? 我看是多了 因為之前很明顯 對著降得很明顯 是 譬如你看到 我現在是否顯示 看到了 是我們這邊看到的 譬如你看這個是 恒指好倉的資金樓 其實過去10天 很多時候 市升的時候 就是不斷推銷好倉 就是不斷推銷 牛仔 叫什麼都吃 而相反 淡倉方面 你看到 之前都是對著降得很明顯 就是升上去的時候 不斷推銷 開紅 開潑 你看到 就無論是開潑方面 還是好倉食股方面的話 其實趨勢 都是比較 叫做 下降 就是 那些人不太喜歡 不太想做淡 還有那些熊仔 牛仔 摳 那些都有耐心 嗯 看到這些人的情緒 是好做的 嗯 還有第二 做什麼呢? 我那些背心 我那些背心 不好意思 她說太熱了 每個星期穿上來會生月匪 哈哈 她那些背心也很厚 其實我想說 那些是特別薄的 但她那一件看上去好像很熱 她那一件看上去很熱 但她那一件是薄的 是啊 今天差不多30度 她那一件是薄的 她那一件是薄的 去過股方面的補助 嗯 剛剛我看見有些人也問 就是巴巴沫 轉頭給你 是的 轉頭給你 巴巴沫今天也多人看 但是你說 嗯 嗯 是不是很好做呢? 又不一定 是 說到這個很快的 就是你可以去看過股方面 是否做很多 因為看到這三天 是開始了 過股方面的好桑 率先人是買回頭 就是開始 各時升的時候 就要追好倉 如果你再看一個禮拜前或兩個禮拜前 就調轉 個股這方面的話 都是升上去 人們很想開支付 今天的話 就回答一隻伯伯 伯伯 剛剛 上一個小背心的一節 應該都說過 一定是吧 是啊 不過這隻就 剛才馬上說要急要的 要支付的 急要的話 我想今天投資者 都是看得短一點的 因為如果你說看整體市況的話 今天這樣 爬腰上升到三四八點 整體大市維持到強勢 而且整體大市方面的強勢 你會見到無論是那些中特股 或者科技股騰訊 或者微團等表現都做好的時候 是 雖然阿里 你可以說它有個別因素 困擾著 但是你見到它 其實即時來說的話 下面都做到一支針 所以你說 是不是今天就這樣 因為它出現份業績 你就很有信心 說我要很盡情地投資 這個可以思考一下 我們見到今天 譬如24920 也有些人看 24920 OK 那些人看一些貼價的投資 譬如像24920 你九月到期 行使價看到75元左右 說跟現價 就差5元左右 是 我想那些人都是推薦它 快快出去一至兩棍 這樣倒閉就什麼 都炒得很短 因為始終 就是這樣逆勢操作 你早兩個星期前 就已經被證明了 那些人看過就不太行 因為早兩個星期前 就沒有利莫廣 說是八八 我想其他那些 大家都很多 推薦很多 所以就不太合適 因為單一因素 就要好進取 因為始終現在的市場 叫做偏強 你看到阿里巴巴雖然現在下跌 即下跌3% 但是你見他今早早 推薦完下去之後 都抽回到八十元的位置 都沒有再想下跌 所以如果做投資的話 都可以再想一想 我自己覺得就是這樣 不過我覺得 是否可以購買好倉給大家 如果他覺得這個位置 都是搏一搏好倉的 都可以選擇一下 好倉的話 跟大家一起看它的牛 好 牛我們這邊還未有 但是有人都說 八八的牛好像很多 你看下面其實都真的很多 以個鼓勵說 這是搏好倉為主 他們升上來都有點減 但是你看整體都累積了 一定數量介貨在圖 還有近期的話 資金樓都喜歡搏一些牛仔 因為那些牛仔相對 實際槓桿都頗高 在巴巴這隻名字來說 所以巴巴這隻名字 近期留意到 一些人都喜歡搏下牛仔 但是投資的話 譬如剛才24920那些 又短年期 亦都比較貼價的投資 在淡倉方面 都吸引到有些投資者留意 好啊 那先帶著這隻投資 今天帶了些甚麼新訊號上來呢 說上個星期的新訊號 好啊 上個星期 1816我看到有些人有留意 1816 我先說 1816就 都升了很多 過去一個星期都繼續走 其實如果你說消息面的話 市場究竟在衝勁甚麼呢 可以看上去查看 299有沒有人留意 上個星期又跟大家提過 這隻也有的 最近也有人看著 這兩隻也有人看著 哇 299 18.5 都升上來 現在這些位置 為甚麼今天又說一下299呢 因為上個星期 就是跟大家拿出資料上來 告訴大家 大家知道 299它雖然叫紫金礦業 但是它業務上 其實它金漸收入佔給三成本 其中有一大塊是說銅 今個星期的銅 其實如果大家有關注商品期貨的話 其實銅都是其中一個 頭條大家不斷說的東西 因為說美國那邊 就是紐銅那邊有夾蛋的情況 詳細大家可以自己Google一下 了解一下最近發生甚麼事 但是銅又擺出來炒 是 所以其實你說港股那邊的話 其實相關的資源板塊 看到過去這一個星期 都有些流行 正股和現身工具方面 資源板塊 我知道大家大肆反彈 注意力一定是放多一些 科技股 對 像中伯股那些 對 像中伯股那些 但如果你現價做部署的話 它的條款來說真的挺合適的 是 當然今天就沒辦法了 證股又升多了 它其實之前會再好玩一點 因為它之前是兩毫半以下 就比較細格 今天證股升到上來 剛剛好就兩毫半了 但整體來說仍然是挺好的一種選擇 因為它的價位程度是一乘比較鬆 實際槓桿 比到六倍左右 也很高 屬於一種比較中短年期的 這隻是二四六胸八 對 可以先帶著這隻 這隻是二八九九的電話 今個星期新信後 今天帶了甚麼上來 都是講熱門題 先講內房 是否先講六八八 內房就有很多提供 最近都有人炒開 有些有量有些無量 有些大隻有些小隻 如果你說近期內房炒甚麼 大家都很熟悉 回答中央政治局會議 三八八 待會回答你 回答中央政治局會議 其實關鍵字就是要 加快 發傳量 是的 大家等這個關鍵字等了很久 然後你說4月30日出現 中央政治局會議 就說了發傳量的訊息出來之後 幫大家匯總 近期發生了甚麼新聞 這裏已經只選擇一些比較大的城市和地區 你說北京又有動作 深圳又有動作 韓州又有動作 最新的韓州今天為何內房仍然有移動 那肯定是因為 和這個新聞有些關連 就是說 韓州那邊收購了一些 私樓 你可以用香港比較熟悉的 就是買了一些私樓 做一些公共租貸房屋 是 其實這個是市場上會期待的這些政策出來 因為你說跟之前那些有一個質的分別 就是因為之前那些我都是鬆綁一些限購 本質上都是鼓勵你或是給私人方面 可能是個人或是公司 都是鼓勵你用自己的錢去買 但是我就方便你 取消一些限制等等 但是今次就不只是鼓勵私人那方面買 而是你見韓州那方面的話 他就自己 就出來自己去做買 那麼這個 雖然你說這件事 這個動作本身 他不是說買得超多 很大量 但是我覺得市場就有一點 將這個 當作是一個信號 而且如果你去看一些研究報告的那些 尤其是相對沒有那麼官方的那些的話 即是比較代表不同投資者觀點的一些報告的話 有一派的投資者 他是認為 如果內房方面 其實以現在的那個警方來看的話 他們是認為是真的需要政府方面 自己就 除了去鬆綁之外 是要有少少的出錢出力 那麼那一派投資者是這樣認為的 那麼變成如果你政府有這一類類似的動作去做了出來的話 會不會就吸引到那些的投資者 就覺得OK的 他真的好像我說那樣 就真的向我想的方向去做 那麼從而他們就更加有信心去做呢 那麼你見今天內房的那個升得都挺厲害 都很多的 看到今天升了一棍上去的就是六八八都 939炒償 939就內銀的方面就有多個因素 那麼如果你說單獨內房的話呢 就好像你之前炒旅遊股 你可能就會喜歡炒著葵程 939炒旅遊股 就是你炒旅遊概念 就未必你會想炒一隻尾團 因為尾團就有多個因素 所以變成如果你說炒內房的話呢 會不會就 如果你真的因為內房方面的一些因素去做一些決定的話呢 會不會選一些內房去做部署呢 可以考慮 那麼六八八這隻近期也有些流動 是 那就是二四八零九 這隻是Call來的 是的 這隻是六八八Call 那麼六八八Call呢 本身六八八其實在內房裡面算大間 我想如果大間的內房 大家認識就認識了六八八 然後是109那些 那當然960那些也有 但是可能那些卵比較少 還有960本身沒有那麼大間 那麼六八八這隻是二四八零九 行洗價看到十八個八 那麼就四倍多 這隻也沒辦法 這隻也是證固升了上來 那又是去到兩號半樓上 但是你看到兩號半樓上來 都拍得到的 兩成了價內 四點四、四點五倍 槓桿左右 那麼都可以跟大家更新一點 就是如果你真的看六八八Call的話 其實市場上除了二四八零九的話 它有些短一點 有些八月到期 十七個九等 你如果要拿高一點槓桿也可以 但是有時候就是說 如果證股本身 尤其是你以內房為例 證股如果一行的話 其實一動都動很厲害的時候 未必下下輪正的方面 就要選到最高槓桿的 所以二四百零九 我覺得這個比較穩妥 二四百零九是適中一點的 中等槓桿和中等年期的 但是告訴大家 如果大家想看短年期也有 但是二四百零九都有四倍多槓桿 我見有觀眾都問其他 除了內房的股票 然後都有問四條九 1024的資金流 有沒有一些Call 或者牛的選擇 我們轉頭都可以看看 四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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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來完全吸引不到資金關注 是不是沒有人看 這四條九 還有你近來的熱題 你都不知道它中哪個選擇 即是你要股息沒有股息 然後之後 它本身… 又沒有新遊戲出 還有呢 是的 因為近來這些Tikta也不是很講遊戲 是的 還有如果你說 你看它近來的那個 例如這裡看看九九 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 是的 你看五日正變化 是在說八點七萬大樓 隔壁的那些 在說千萬級 或者有些去到億 那其實就是沒什麼人 很淡都沒什麼人搞 十日正變化都是 是在說四十多萬 嗯 沒有什麼人搞的 完全不中近來 投資者關注的那些Tikta 但是你如果要的話 當然也有 如果你真的很想知道的話 你再問一次 我待會幫你找 好啊 三百八 三百八了 三百八就… 其實三百八大家看看市場 是的 有些人就喜歡三百八做領先指標 未必去炒三百八 喜歡說如果三百八先行 那他就再看其他 但是你當然 譬如說三百八自己本身的話 就… 近期大家看圖都見到走勢OK 炒什麼大家都知道 是的 貼價點的Call有隻二四六八六 那麼看到上三百元 短炒一兩棍的話 這隻就和味 因為過三百元的話 就到行使價了 那麼這隻的二四六八六 二四六八六 OK 是的 今天阿新媽也有說 今天是千五億 其實你見到 最近的成交 如果你拉回平均數 我現在沒有數 沒有Bunberg在手 拉回平均數是有多了的 其實你看到 四個字成交暢旺 見到港交數 我近期都受惠 二四六八六 這隻行使價 看到三百元的短線召喚 嗯 因為最近市場都移動了 所以三百八都移動了 跟著一條短線召喚 三百八其實有少許先行 因為你見到 你見到 譬如我現在開著網站 這個預設就是出一個月圖 是 大哥 其實一個月前 差不多已經在玩45度上 哇 其實是在4月19日開始 其實這一波來計算是先行少少 他這一波來計算是先行少少 都很厲害 這一吋三百八真的 然後還有1024資金樓 1024資金樓 可以看看 1024就有些資金樓 但是1024 但多不多呢 流量 都可以的 可以的 你見到好倉 五天也有差不多 又近住要九百萬樓入好倉 看看淡倉有沒有人搞 淡倉就早一陣食糊多一點 反而1024我今天正在看出一隻 可以跟大家預告一下 是 但現在還沒有 即是你會出 我在想 我在看 我正在看出一隻 其實只是1024 OK 好 市場上都有 這隻就看看有沒有牛熊 順手幫你找 牛熊我們還沒有住 遲些有 嗯 嗯 這裏可以找到所有牛熊證 看看 都有很多 適合專辯 你可以在這個搜尋器很快地找到 是 然後1024就暫時不用看主線了 我來講做四倍左右 24645 145的行駛價 都是比較貼一點 一乘比較鬆一點 這隻 都三號靈子 沒辦法了 都升得太多了 正古星 這隻駛星 是啊 但這隻也可以先用 對嗎 對 用了這隻先 想換一隻 不過 A股 有人提起A股 A股 A股這陣子 其實 你見港股這邊很旺市 A股那邊其實就反而 今天不知道為何 今天有個下跌的 明顯你見 譬如開3188 追蹤戶芯300 都下跌1.7% 那我就要做一下功課 看看走勢 但是如果你說 有沒有人是想說 看到港股那麼旺 追下落後的話 有一點點資金是在看 23675 238 3188的 3188 3188就剛才說過 368先走 這一波就衝上去 3188 因為你看他追蹤戶芯300 就是A股方面的指數 今天跌1.7隻 跟港股那邊就差得頗遠 3188叫23675 23674是支撐 是 打錯了 是喔 打錯了 對不起 我現在改了 我現在改了 23675是支撐 不要買錯 因為買支撐的話 都可以 如果你說 駁他向下的話 但就不要入錯號碼 23674 23675是支撐 OK 答對 答對給大家 沒錯 1816吃了 還有什麼分享小智 是呀 做坦不好 整個市感強 我上星期真的很像小智嗎 你看看他們寄到現在 這一節就趕快說新訊號 新訊號剛剛匯總了內房 提了688的叫 快速說到內險 好 說到內險 但是那些中字頭最大 當中字頭最大 例如你內房 688 少人提 內險 就是1339 這些反而都少人提 都少 但其實你看到他近來都升 先看圖 1339 因為我看到資金樓 包括大家討論 我看到大家是 都在看那隻的 都有看開2318和2628 但是你看到其實 1339的走勢都不失禮 近期其實都是升上來 都跟到那個升勢 但是相對 反而走勢有少少落後 反而你會不會說 這一轉中特股的話 會選擇這些落後一點的再看 之後你一定是可以放在 視訊項上留意一下 1339為何會特地提出呢 你說 譬如看股值 看PE和PB 其實它對比 大家炒開2318 2628 都是低水 嗯 低得也不少 譬如你說 竟然看PE最高是2628 13倍有多 現在有很多科技股 13倍都未必有 但是 1339就是說了6倍了PE 而且大家這一節 就是中特股炒派息概念 嗯 其實如果你說 看派息比率的話 其實2628和2318 現時都已經做得頗高 相反 其實對比2628和2318 現在派息比率已經有五成五成多的情況下 就是1339它本身的派息比率 其實是三成左右 換言之 其實如果它想去 Benchmark 2318 或者2628的派息比率的話 會不會有些水位呢 有些人是在留意這件事的 還有你說看實際的派息金額的話 其實2318和2628都是比較平衡的 甚至你看黃線代表2628 會不會放大一點 大家可以看到 還有你看派息金額 這裡用人民幣計算 其實2628的派息金額 你說按年計算不算太帥 2318按年計算是比較平衡的 相反1339 其實它的派息金額 末期息、中期息加起來的話 其實你看它有一個增加率 而它增加率的前提下 其實它最新這一年的派息比率 是三成左右 所以它變成大家解僱的派息概念 1339其實在這個派息概念上 也有些水位 看到有些分析都是這樣去留意 那往後會不會吸引到這些資金呢 1339也出了一個叫 25113 這支有三倍多槓桿 四倍多 我認為這槓桿這麼高 四倍四啊 我以為是三倍多 有四倍四槓桿 沒錯 25113 1339和25113 可以一起放在觀察名單上留意一下 好啊 今天這一節也帶了兩隻新訊號給大家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好 是嗎 稍後有阿牛偶來 好 稍後再見 16123 162 163 174 178 199 209